还剩三个油去加点油吧 就说这15年前20多万的马六有无钥匙进入 然后呢80多万的A7必须得拿钥匙遥控 按钥匙进入 然后无钥匙启动 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油加满了 加了51升95号汽油 花了400亿 去高丽气贸城 把A7之前订的那些黑化外观件和车衣改色做了 这车应该开了有半个月了吧 油耗方面的话 我就感觉开空调和不开空调油耗差的比较多 开空调的话大概在16升到18升 不开空调134升吧 油耗3.0T老车还行吧 不过这车操控确实是非常的一般 像这种杂道里面感觉就会特别明显 一边的悬挂撑不住 虽然说抓地力是够用的 加油的时候后轮也确实是把车从弯心往挨腿 但是姿态非常棒 给A7贴了个单圈石栏 然后来船所这做颜色编冲 这车拖号老费劲了 找他们专门拖号的人去弄 提摩店那个老板试好久也没有成功 长春穿舍着业务大厅 我感觉温度得有二十八九度 正桑拿一样 搞定了 本以为很简单 只是车身颜色的变种 结果又增加一项 叫小微型载车汽车加装换装部件 那我具体加装换装了什么呢 看一下 具体换装了哪些东西呢 首先就是黑色的中网 因为我改了这个叫单圈石栏色的车衣 认为和银色的中网不是很搭 就直接换成了亮黑色的中网和奥迪标 那也不能只有中网是黑色的呀 所以说把轮圈也喷成了黑色 卡钱的话之前喷的那漆已经褪色了 喷成了和车身一样的单圈石栏 整体效果还过得去 镜壳的话也换成了亮黑色的镜壳 再就是亮黑色的车窗边框 车尾的话换了同样亮黑色的奥迪标 以及夸臭的尾标 这就是最终的效果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本来这代A7的车尾就挺漂亮 尾灯很忧郁 配上这个单圈石栏的颜色 虽然这单圈石栏应该是宝马的颜色 还挺亮的 比灰色亮堂多了 然后除了车漆变成之外 需要单独做备注改装换装的配件 其实就是中网 不知道什么原因 外检的时候就车的中网抓住不放 后来又重打了一张单子 总算是过了 一共是耗费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吧 本来我以为就像他们别人在网上分享那样 去车盘所直接照相 10块20块的搞定 没那么容易啊 变更成功 虽然挺波折的 但最后总算是过了 不怕1087了 话说车管所这扎相机 这照片还能收钱的吗 再换一换咯 对了 忘了说这项目一共花了多少钱了 因为原车是灰色的车衣 所以说需要先撕膜 之后贴新的单圈石蓝色的改色膜 加上喷轮圈卡钳 换装亮黑色的车窗边框 后视镜镜壳 以及前中网 这一系列的操作最后花销是7500块 还可以吧